张大哥说 这道古苏鱼就体现在苏上 要想苏 第一步要风干 下一步咱们就是 就是风和鱼的缠绵 就是风干 写诗了 风和鱼的缠绵 也就是风干的这个过程 这是苏鱼的重要一个过程 那像一般这种风干啊 或者晾晒 都会有一个腌制的过程在前面 做法不一样 这也是咱的不同之处 也是个小秘诀 从鱼嘴 这样以后更容易出水分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钩子 朝下 从它这个鱼唇的下部穿过来 这样就掉下来就行 那我们现在就拎着它们去风干 对 走 为什么会选在这样的地方做风干呢 因为这个地方它闭光 自然通风 处料它入脂好 那我这就挂上来了 好嘞 你像这一条 这合格了吗 看它这个表面 表面就是能出现三刀皱纹 它尾部最为明显 这样看就明白了 就是你想象这条鱼 穿了一身条纹衫 还是那种粗条纹的 就三格 你看这边是黄的 中间是灰的 然后呢 靠近脊背的部分 是偏深灰色的 是这三条纹 是不是 对啊 在当地 古苏鱼是一道常见的美食 将鲤鱼挂在背阴处自然风干 随着时间流逝 鱼皮中的水分被部分带走 鱼肉相对于鱼皮来说比较鲜嫩 直到鲤鱼表面出现三道明显的身纹 就代表着风干好了 风干美食都自带着时间沉淀的味道